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京东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十课。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支付银行选择页面的开发。 上一节课我们定义完了这个页面的核心数据模型。 本节课我们的重点就在于编写页面的HTML结构, 以及将ViewModel当中定义的属性、银行的数据列表绑定到编写的这个HTML结构上去。 其中有一些细节的处理,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需要引用这一课的一个以写好的CSS文件。 我们先引用这个CSS文件。 Lesson10 好,我们保存代码。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CSS文件当中写的一些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BankClass类下面的下滑线后面跟的是各种银行 它所对应的一个图片地图的位置。 这个下滑线后面的这个字母代表的就是每一个银行的缩写。 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一看之前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 有一个ClassName。 这边的JS对应的是中国工商银行。 也就是我们这边Bank下滑线JS这个Class类。 我们对应了这个Class之后可以显示这个银行它的logo图片。 我们在这个HTML代码当中拷贝进入已经编写好的这个HTML的结构。 其实非常简单。 最外层有几个容器。 然后就是这个BankList。 BankList当中用UL标签。 其中用LI来显示不同的银行。 细心的同学一定会发现在UL标签当中, 我这里使用了一个DIV。 在LI外层再套一个DIV。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一种做法。 但是这里是一个伏笔。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在这里要使用一个DIV的标签。 我们保存代码。 我们刷新页面。 好,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看到工商银行这个选项已经出来了。 当鼠标一上去的时候, 工商银行会显示成为选中的状态。 也就是外面会多一层红框。 另外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当银行选中的时候, 这边其实还要再显示, 它所支持的是储蓄卡还是信用卡还是两者都支持。 这里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支持的DIV外面Display为Num去掉, 就可以看到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判断在代码当中定义的这个Support。 当Support为11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这个DIVclass为PF的DisplayNum这个属性去掉, 将它显示出来。 好, 我们定义好了这个单个的银行的HTML的结构, 那我们进去就进行绑定这个银行列表的操作。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定义了这个BankList。 这里我们的DIV标签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因为我们在UAL当中还有一个LI的标签是用来显示更多银行, 那我们也就是不能直接在这个UAL标签上面去绑定Foreach。 我们在这个LI外面加了一层DIV标签, 用来写DateBindForeachBankList。 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Angular这种MVVM的框架当中, 它们是允许用两个花括号来执行Angular的一些语法。 而在Knockout当中这一点支持并不太好。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可能需要新增一些HTML的元素, 来为我们实现这样相同的效果, 去写入一些DateBind的语法。 这个我想可能是以后Knockout需要改进的地方。 好,我们绑定好了这个BankList之后, 这里我们需要对LI加上DateBind, 去绑定它的属性, class。 我们将这边的class先留住。 在Bind当中写入attr, 也就是attribute, 它是一个keyValue, class。 class。 冒号。 detail。class。 name。 价。 应该写在前面。 Bank消化线。 然后我们将class去掉。 我们先保存代码, 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银行的队列都已经加载出来了。 好,我们再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还需要定义三个事件, event。 同样是一个花固号, keyValue的结构。 中间用逗号隔开。 第一个事件, click, 点击事件。 定义它的名字叫做 choose。 this card, 选中这张卡。 另外两个事件是mouseout跟mouseover。 当鼠标悬停的时候, 我们需要显示这张银行所支持的卡种的类型。 那我们这边的定义的方法的名字就叫做 show card support。 mouseout也就是对应的hide card support。 好,我们将这三个方法在viewmode当中定义一下,先把方法名写下来。 这里有一个注意点,这个匿名方法当中可以传入item,而这个item,也就是我们这个banklist当中,这个banklist当中的银行的一个尸体。 我们可以引用这个尸体的各种属性来进行操作。 好,show card跟spot跟hide card support也定义一下。 我们拷费。 我们拷贝。 hide。 隐藏银行的卡种的支持信息。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定义的这个choose this card的方法,show card support跟hide card support,这三个方法都是在viewmodel当中去定义的。 而我们在循环体中要引用这三个方法,需要在这个方法名称前面加上dollar符号root。 也就是说它是根目录下面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不加这个dollar符号root的话,页面当中会形式方法未定义,找不到方法的定义。 这三个方法要执行的操作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选中这个银行卡的时候,设置这个item,也就是这个银行属性当中的selected为true选中状态。 而显示这张银行卡的支持卡种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设置item的hover属性为true,也就是说这张银行卡悬浮了。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pf class这个div当中,我们就可以根据hover这个属性去选择是否显示这个支持卡种的信息。 好,这边写入true。 hide就是将hover属性设置为force。 好,我们来在这边支持卡种的信息当中,加入databind。 attr class。 这里有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当 目前这些银行卡是选中状态,或者 悬浮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显示 它的支持卡种的信息。 那么我们这边加入的就是selected。 注意这里是方法, 或者 hover。 这时候我们定义的这个class的name,是我们在css当中写好的,叫做supportcartshow。 如果不是,则我们显示panelhide隐藏,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刷新。 好,我们看到,当鼠标移到这个行中银行上面的时候,显示了支持的是储蓄卡、信用卡。 我们移到所有的银行上面,发现显示的都是储蓄卡跟信用卡。 好,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判断没有做。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加入html。 我们这边的判断也就是, 当 银行属性的support 等于11的时候,我们才会显示储蓄卡跟信用卡。 而显示10的时候,只显示储蓄卡。 detail support 等于11 储蓄卡、信用卡 冒号 储蓄卡。 在这个html前面,还要再加上支持。 我们将 html标签当中的这个文本删除。 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看到 好,交通银行它是仅支持support 储蓄卡的。 其他的 是显示支持储蓄卡跟信用卡。 好,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需要在这边 定义一个属性。 叫做selected bank 这时候我们需要使用knockout的 computed 关键字。 首先是一个匿名方法。 然后需要将self 传入。 好,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需要输出的就是selected bank 也就是选中的银行的这个实体的属性。 那我们这里其实主要的是 过滤当前的这个banklist 它的selected 为true的值。 好,我们这里定一个内部变量 叫做selected banks knockout 有一个utils 叫做 arry filter 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 是一个 数组的过滤器 其中 有两个方法 首先 首先是 当前的这个数组 需要过滤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banklist 另外一个 是一个匿名方法 匿名方法当中 传入 bank 也就是要过滤的 单体的这个银行 return 也就是返回 bank selected 得true的 好 我们再做一个判断 如果 选中的这个银行 lens大于零 那我们返回 第1个 如果没有 return 如果没有 返回一个空对象 好 我们在这边定一个html 标签b 我们绑定 datefind html 输出的是 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 selected bank 我们银行的 名称 name 外面再加上一个 DIV标签 选中的银行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脚本的错误 也就是说当前没有银行选中 那么我们返回的是一个now 而这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绑定now的name属性的 我们这时候需要回到代码界面去修改一下 如果没有银行选中的时候 我们返回一个 空 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返回的是 map banklist 也就是说是一个bank entity 这个对象 那么 这个对象当中 要显示这个银行的名称 我们需要加上detail 也就是说我们在绑定的这个selected bank后面 需要写上detail name 那我们 没有选中银行的时候 应该返回的是一个 bank entity 也就是new 这样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选中 选中杭州银行 我们看到选中的银行这边就显示了杭州银行 其实它返回的是一个bank entity 这里面有bank id bank code 我们在服务端接收的数据时候 可能不仅仅需要显示的是这个 杭州银行的中文字体 可能还需要id 需要bank id 需要bank code的这些数据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支付银行选择页面的开发 基本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定义完成了核心数据的模型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是 是在编写页面的html的结构 然后在这个结构上面去绑定 vmode当中定义的这个银行的列表 最重要的一些都是细节 希望大家观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可以在平时的开发过程当中 去处理好这些细节 好本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